在科幻电影史上 异形这种怪兽 既邪恶就让人一罢不能 刹那间从软里喷射出来的豹面虫 腐蚀性像硫酸一样强的血液 从寂生体内破胸而出的幼体 这些异形生长周期中的恐怖形态 给无数人留下了童年意义 同时又吸引他们成为异形电影的铁杆粉 大家好,我是问剑 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口气了解五部异形电影的剧情 下期节目再对异形系列电影做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异形田传普罗米修斯的剧情 故事开始于一对男女考古学博士 他们在洞穴中发现了三万五千年前的史前壁画 在这幅壁画以及全球各地古文明的壁画中 都发现了同一个奇异的现象 这些古文明相隔数个世纪彼此毫无关联 人们却在击败同样形状的星空图案 跟随这个星空图案 他们找到了标记为LV223的一地卫星 它就位于距离地球三十多光年的王古座 他们推测人类的起源 可能并不完全如大二文计划论所说的那样 他们认为创造人类的可能是外星人 于是两位博士跟随一支科学考察队 来到了LV23星球 随心的还有一位名叫大卫的生化机器人 他们抵达目的地后 在外星人建筑内发现了大量外星人的遗骸 以及大量装有神秘的黑色液体的容器 女博士带回了一个外星人头骨 并通过DNA基因对照 证明人类的确起源于外星人 外星人创造了人类 与此同时生化人大卫带回了神秘的黑色液体 他偷偷让南博士喝下 导致南博士身体发生变异后回復 女博士也因为金主变异 怀上了一个快速生长的异形怪胎 他通过剖腹产品出了甜蜜的怪胎 此时大家才发现 外星建筑下隐藏的是一艘外星飞船 原来这颗星球是外星人的军事基地 黑色液体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它能甚至让动物变异为攻击力超强的应用 两千多年前 他们本想去地球毁灭人类 是因为意外事故 反被自己遮到的异形消灭 生化人大卫发现并唤醒了 唯一存活的外星人 外星人却对生化人和其他队员大开杀戒 还要启动飞船前往地球 准备向人类投递黑色液体 毁灭人类 危机时刻 科学考察队的船长 驾驶着人类的飞船 直接撞上了外星飞船 飞船坠毁之后 外星人疯狂追杀女博士 此后被女博士此前从腹中取出 快速生长的异形杀死 不久一直成熟的异形 从外星人的体内措凶而出 怀着对人类起源的诸多疑问 女博士和生化人大卫一起 驾驶着另一艘外星飞船 飞向了外星人的母星 下面我们来看 异形正传第一步的剧情 故事发生在普罗米歇斯的 二十多年以后 一艘运送货物的太空飞船 在回航地球的途中 收到了来自标号为LV426的星球 发出的信号 按照相关规定 他们被迫降落星球 之后他们发现了 外星飞船和外星人化石 一名船员发现 外星飞船里面 装载有几千个异形软 其中一颗软素化 它被挑出来的爆面虫袭击 爆面虫的血液是强酸 它在船员的体内植入胚胎 不久 一只疫情就从它的体内过胸而出 船员中有一个生化人 他是一名科学研究员 他在不断保护疫情 他的任务是安全带回疫情 甚至不惜牺牲所有船员 生化人的秘密被揭发 船员们干掉了生化人 但迅速长大成年的异形 陆续杀死了所有船员 只剩下异形症状的女主角 成为唯一幸存者 为了干掉异形 女主角启动了不强的自爆程序 这次非常被炸 异形随后被抛向了太空 女主角进入休眠舱 搭上航天飞机返回地球 接着就到了异形症状的第二步 异形一故事的57年以后 女主角在外太空整整飘掉了57年 幸好被救援队找到 当女主角醒来后 已经是2179年 那时人类已经开发殖民了 300多个星球 其中就包括女主角 发现异形的LV426星球 某天 那里的一个殖民家庭 发现了异形一中出现的 那艘外星飞船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 被异形卵孵化的爆面虫袭击 很快异形肆虐了整个殖民基地 异形与该基地失联 于是派出了一支陆战队 女主角作为异形顾问 一起前往这个星球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整个基地 已经完全沦陷 所有的人类殖民者都死了 除了一个小女孩 基地的地下就是异形皇后的巢穴 她在那里不断产卵 经过弹烈的战斗 督战队几乎全军覆没 女主角烧毁异形卵 在殖民基地爆炸前 救出了小女孩和仅存的一名伤兵 逃离了星球 现在是异形正传第三部的剧情 紧接异形2 当女主角异形人进入身边返回地球时 一颗遗留在飞船上的异形卵 孵化出了爆面虫 破坏了逃生仓 导致飞船坠毁在一个偏远星球上 其他人都死去 女主角再一次成为唯一的生还者 她来到的星球 是一个只有男人的劳改监狱 逃生仓坠毁后 异形也被带到了这里 第一只异形在当地动物的体内孕育产生 很快异形在监狱里展开了大屠杀 女主角和谨慎的对方一起 干掉了异形 但意外的是 女主角体内也被寄生了异形胚胎 而且这个胚胎 是会产卵的异形皇后的胚胎 异形的熔炉与异形胚胎同归于尽 最后我们来看异形正传第四步的矩形 故事发生在异形三故事的200年以后 联邦星系的军方在女主角丧命的地方 找到了她的冰冻血液样本 通过血液样本 他们在研究船上克隆出了女主角 以及她体内的异形皇后胚胎 女主角的克隆体不仅拥有之前的记忆 而且混合有异形的基因 因此拥有超强的能力 异形皇后胚胎被军方从女主角体内取出以后 进行培育试验 从异形卵中孵化出了大量的异形 其中引火上升 异形摧毁了军队和整艘飞船 女主角干掉了异形 飞船飞毁在了已经荒废的地球上 好了 异形正传四部曲 以及前传普隆米修斯的剧情就讲完了 在异形电影宇宙中 除了这五部电影 还有两部外传 异形大战铁血战士 我们这里就不做介绍了 作为科幻史经典的异形系列 开创了太空科幻恐怖片的先河 四部正传分别由四位不同的天才导演分别指导 这在影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异形系列是科幻史的经典 科幻经典五星推荐 本期节目只介绍了五部异形电影的基本剧情 下期节目我们将对异形系列电影做深入的分析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为我点赞 看遍科幻大片感受脑洞经验 展示好片的非反面 发现烂片的闪光点 我是问健 写科幻小说 看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